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咱们主要讲的是,这有清一代,大清朝廷给所有齐人的优待 那么这么说,这齐人的生活惹定是不错了 其实啊,远跟您想的不一样 今天啊,咱们就聊聊这个 齐人生活的不如意,慢慢的从顺治康熙两朝以后 战争的平息就开始凸显了 生活一安逸下来,这齐人们可就不像清初的时候那种生育状态了 满洲,蒙古,这些个齐人啊 他们原来不是渔猎就是游牧 所以呢,生活环境导致他们啊,对生育很有芥蒂 咱们这么说吧,养不起啊,那就不生 可是入关了,生活安逸了,又有齐地,又有良享的 那不生还等什么呀 入关以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啊 这齐人就一下子壮大起来了 当然了啊,大清国有多少齐兵 那是国家高级机密,到现在也没有精确的数字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京旗部队和各直省驻防军 所有的数字都是后来的专家以各营的军事部署 估计统计出来的,所以说肯定是不准 它也就是个大概齐 咱们就以这京旗为例吧 顺治朝啊,大概有八万多人 康熙朝呢,就有十二万 到了这个雍正朝啊,又加了四千八百的养育兵 到乾隆一朝呢,又加了两万五千的养育兵 这些个数字啊,反映出两点来啊 第一呢,既然这披甲人的数量在增加 那肯定啊,这齐人的数字也是在增加的 再齐人口一增加,政府的负担肯定就要加重 因为八旗当中的这些闲散俗辣呀 他没有工作,只能啊一家大小 等着营里当差的亲人关起来良想 好养家糊口 清初的时候,很有可能啊 这一个八旗披甲人养活呢 父母老家,妻子儿女之外 还有个两三个的兄弟姐妹 可是后来人口一聚增啊 就从最初的养十几人 变成了可能养几十人了 那您想这钱能够花的吗 最初的时候啊,在乡下还有齐地 可是这些齐地也都被齐人们租卖出去了 这其中的原因啊 上级咱们已经细细的掰扯过了 今儿啊,咱就不重申了 还是那句话,到了乾隆年的时候 这齐地在民已经十之六七了 刚才咱们报那数字,您也听了 这大清朝廷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多调甲 也就是说,在八旗壮丁当中 多挑一些人出来当兵 这有职有差以后啊 就能多观良想 就能多养活齐人 后来发现啊,这样还不行 尽管啊,从顺治年 京畿的批价人从八万 涨到了康熙朝的十二万 还是不能缓解这个齐人的生活状态 于是啊,这雍正皇帝又发明了预备意志 也就是养育兵,到了雍正朝啊,多加养育兵四千八百人 说是增加养育兵啊,其实是一项很无奈的举措 还是为了救济其人 可是这些养育兵啊,拿的工资并不如正经披甲人多 这些养育兵所领的良想 每月没甲,观响银一两五 每年观米二十二胡 哎,正好是这马甲的一半 这大清朝廷每年广是给八旗兵丁观良想 就要花费数百万 恩赏啊,肯定是有 除了正常恩赏之外啊 还有其他的大举动 您就比如说这个康熙年吧 康熙皇帝就曾经拿出过五百多万两银子 给这八旗兵还账 有人说这八旗兵怎么还欠账啊 康熙初年啊 大清国还是有很多战事的 您比如说平三三 讨伐格尔丹 收复台湾 还有和俄国鬼子的边境战争 咱们前两期不是聊了吗 这奇人出征是自己准备军人和马匹 没钱怎么办啊 头出征之前啊就只能是借 借来钱呢 好出去打仗 可是这一回来就得还账不是啊 那荷定是还不上啊 因为这会的奇人在打仗啊 已然不让抢东西了 于是这朝廷就决定 这点账啊皇上替还了 不但如此 康熙皇帝还单拨出六百五十万两国币躺银 借贷给奇人 等你有了再还给朝廷呗 可是很多奇人呢 就压根没打坐还这部分钱 到最后不了了之的时候啊 国库也只收回七十万两 还有一种举措呀 是到了乾隆年 对奇人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恩赏 什么呀 为奇民回熟奇地 咱不是说了吗 这帮奇人啊 把这些土地都变相的卖出去了 和买地方啊 签的文书都是抵押合同 乾隆皇帝说了 那这样就好办了 既然是抵押嘛 咱们连本带笠的还给人家 把奇地再收回来 每亩地是花了多少钱赎回来的 一共花了多少银子 这个呀 我还真没查到记载 不过有一项记载 是写的明明白白的 一共在京基收回了奇地 十万亩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缓一砸了 这些个奇人 为什么如此的坐师山空 好吃懒做呢 这归根结底啊 还是跟清朝的八旗政策有关 有清一带 除了各省住房之外 把多数的奇人都聚集在京师 外的什么呀 因为这清政府啊 想让所有来到京师的人呢 都看到 我们奇人 永远是聚拥一对 准备打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以示居众于清之士 就是以示天下 我们奇人时刻准备着 你一捣乱 说揍你就揍你 这奇人呢 是群聚京师了 可是这土地 他在外地呀 这奇人不离住地 你人呢 不能去外地耕作 当然了 这些奇人呢 他也不想耕作 还是得把这些奇地呀 租给民人耕种 所以说这皇上把地给他们赎买回来呀 还是恶性循环 早晚呀 还是给抵押出去 所以呀 就把这奇人的毛病惯坏了 他们呀 只能是每天 仰脸看天 等着亲人 观粮观想 等着皇帝 每一次的恩赏 当时啊 就有一些敢说话的 汉族大臣 是这样评价巴奇的 举数十万 不是不公不商 非兵非民之徒 安坐而养 就是说呀 这帮孙子一天到晚 除了吃饭睡觉啊 就是养头等着开工资 自是有铁杆庄家护佑啊 养出了一群巴奇大爷 这别人不为此事曹新呢 那都是假的 更何况 这其中还有一个爱曹新 最后曹新曹死了的 雍正皇帝 为了这个奇物问题 这雍正皇帝 操心也都有嘈碎了 天天恼恼的 借事可怎么办呢 说到了这个雍正二年的时候啊 这雍正皇帝一拍大腿 他有主意了 也不知道啊 是这皇上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听了哪个书呆子的话 他要给这齐人呢 行景天制 说实话 这西州时候实行的景天制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啊 那是乌托邦 太理想化了 可是这会儿啊 这有兵乱投衣的大清朝廷啊 就信了 对这个八旗当中的贤散苏拉呀 就要依此法所致 在哪实行啊 别远了 就在京畿边上 顾安和新安 以这两地为试点 画出九万多亩地来 哪的地呀 有人说又是圈的吧 哎 这会儿都是雍正年了 这清朝的朝廷啊 也不那么不要脸了 都是从这个户部直属 画出来的熟地 熟地呀 就是已然开垦过的 剥下种子就能收粮食的地 那么这个试点 需要派多少奇人呢 一共派一百户 其中啊 五十户满洲 四十户汉军 和十户蒙古 那又怎么个景田法呢 您在这纸上啊 拿笔画一个景字 再把它外边一圈 您看看是不是有九个方块啊 这九块地呀 每块地是一百亩 中间的那一百亩啊 是宫田 四外的这个八百亩啊 是丝田 宫田交税 丝田不交税 宫田呀 也不是当年就收税 三年以后 按亩纳粮 到时候这国家 从这一亩地里 抽你个二成啊 抽你个三成啊 和其他的耕田汉人啊 收的是一样子 但是四外的八百亩啊 是你的丝田 不收税 那么说谁都能去吗 是个齐人 就能到河北种地去 哎 不是 必须得是 无调甲户的正身齐人 客室不但给地 在固安新安啊 房都给盖好了 那有人说 这就挑一百户 这北京城里的 闲散齐人 还不得打破脑袋呀 打破脑袋 没人去 最后啊 还只能是 八旗平摊 强派了一百户 闲散齐人 到河北去耕种 耕种啊 老了 这帮齐人 到了这个固安新安以后啊 还是喝酒打架 走狗熬鹰 因为在北京城啊 他们本来就是闲散 这素质啊 在那摆着呢 到哪儿也好不周 没过几年啊 这地就撂荒了 想招吧 于是这政府啊 又派出去 开户齐人 帮着这帮正身齐人 干活种地 这帮的开户啊 原来有的是在 装着上种地的奴仆 本来啊 就是会干农活的人 可是被派过来之后啊 还是不干活 很快啊 就和这帮正身齐人 打到一起了 把这安家费啊 一花 然后啊 忍了 好一点的呢 吃地租过活 差一点的 继续把地往外抵押 反正有九百亩的 压去呗 这朝廷一看啊 这正户齐人不干活 开户齐人也不干 这回啊 咱们拍点 更档次低的齐人吧 罪人 对喽 新者库里挑吧 好家伙子嘞 这齐人里边的罪人呢 他不是全都是 为商不遵犯的错 他也有啊 这小偷小摸的恶人 这地痞流氓啊 占多数 这回可倒好啊 不但不干活 把这块的社会风气 还给带乱了 反正啊 到了乾隆元年的时候 稀稀拉拉的 往故安新安两地 一共牵走了 一百八十户齐人 这朝廷说 你们有愿意回北京的没有啊 好家伙子 出乎意料啊 有九十多户都要回北京 经过这钦差大臣调查啊 这一百八十户人当中 绝大多数都不会干农活 乾隆皇帝啊 听他奏报以后说呀 哎 这事啊 我爹干的呀 算是失败了 算了吧 不愿意回来的呀 都编为囤户 咱也别搞什么景田制了 正常的呀 种地纳粮吧 不愿意种地的这些人啊 都各回各齐 于是搞了十二年的景田制 八旗囤田的试点 算是以失败告终 可是你光说这景田制 失败了不行啊 其无问题 摆在统治者的眼前 你必须得解决呀 这乾隆皇帝下定了决心 说这我爸爸干不成的事啊 我得干谁让以后 他我是十全老人呢 于是这大规模的荆旗一肯 拉开了序幕 这荆旗一肯呢 在乾隆年一共搞了两次 一次呢 是乾隆九年的秋境天 那年呀是1744年 还有一次啊 是乾隆二十一年 那一年呢 是1756年 从哪给这帮齐人找的地啊 哎 那会儿啊 是吉林 现在呢 是黑龙江 具体位置啊 是拉林和阿勒楚哈 所以这次荆旗一肯啊 他又叫做拉林屯肯 乾隆皇帝 派一个内阁大学士 叫什么呀 叫扎郎阿 在乾隆六年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区 勘测好地势了 他为什么飞选那儿啊 一共有三个好处 这其一呢 那儿离这吉林将军 所在的驻地 吉林乌拉呀 不远 好管理 第二呢 这儿的土地非常肥沃 这第三啊 正好位于拉林河畔 用水灌溉 也是很方便 这回啊 不商量 强制迁徙 乾隆九年 一期一百五 是一共一千户 闲散苏拉 走起 奔东北 种地去 第二次 乾隆二十一年 这朝廷计划呀 是每其五百户 牵走三千户其人 为什么到这儿 咱们用计划这个词呢 您往后听 这些土地呀 虽然很肥沃 但是都是生地 也就是说呀 都是荒地 需要有人先开垢出来 皇上也知道 你指这帮精八旗呀 出去开垢荒地去 他们连种地都种不好 还能开垢荒地吗 于是就派了好几千 这关外八旗帮他们干 人家这群人呀 自古就没出关 还是延续呀 这个女真人 在东北的这个劳作习惯 出则为兵 入则为农 人家每年呀 是在田地中更做的 皇上就命他们呀 先把这些地开出来 建好了村庄房舍 并且呀 还得把井都给打好喽 等这帮子荆旗 到了东北一看呀 房子是有了 每户三间 并且呀 这村子里真的有水井 就是说好了 每丁给地150亩啊 这事没达到 最后合不合吧 只能每丁给50亩地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关外八旗呀 一看这些地 自己开垦出来 还得给这群旌旗种 那自然呀 干活的心气就不足了 所以也开垦不出 那么多荒地 那么这些来到东北的旌旗 待遇怎么样呢 我给您说说啊 来到这一千户啊 大概还有这个 一千多名眷属 皇上说了 光棍不让去 必须呀 得有家属的 为什么呀 因为光棍啊 他钱一花完了 又跑回来了 这有家有业的旗人 他不方便跑不是吗 这每一户啊 发牛一头 安家费50粮 路费50粮 在没生产出粮食的时候啊 按打仗时候的标准 按口发粮 也就是说 不管是壮丁 眷属 还是包衣啊哈 按人口给粮食 呦 这里边怎么还有包衣啊哈 还有奴隶的事啊 哎 您就算计吧 这一千户奇人啊 在北京都是穷人里的穷人 这一千户当中啊 还有150个奴隶呢 乾隆九年和乾隆二十一年 一共往东北 牵走了两千户 有人说不对 这账钻的不对啊 第二次不说要牵走三千户吗 哎对 牵走了一千户之后啊 就死活没人去了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 政府啊就派了大臣 钦差大臣 到东北啊 去看看这些耕作的奇人 到底活的怎么样 到了东北一看啊 火 这两千头牛啊 还剩了八百头 并且啊 个个是古兽如柴 没有一头牛能下地干活 这地呢 十有八九啊 是慌着的 很多房子呀 都已经塌了 这帮的奇人宁愿 住窝棚 也不会啊 把这个房再修起来 没有往回 往北京跑的吗 怎么没有啊 这移民的衣使啊 朝廷就说了 不能再迁回北京 可是你不让我迁回北京 你总得让我请假吧 这一请假探亲呢 就不回来咯 这乾隆皇帝这个气 杀 谁再往回跑啊 不管什么由头 一律杀 那是真够狠的呀 开始啊 是逮着就杀 最后呢 也不逮着就杀了 不再北京仔 给你押回东北 回到屯庄里边再杀 那么就这样 也拦不住人啊 往回跑 所以说呀 这乾隆年的 旌旗一肯 也是以失败告终 甚至到了乾隆晚年 都没人敢 在乾隆皇帝面前 提起此事 所以说在奇物上啊 这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 是有多大脸呢 他就陷了多大的眼 得嘞 今天这旌旗一肯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啊 咱们要聊聊这个 出奇 为民 出奇事 参知 这道理 导演 是 感谢观看